现在就要来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 上次我有提供给你们 就是兰卫的说明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这一页 这一页刚刚有图 现在没有了 我现在要请你们知道 上一次我做的是 区域别里面所得收入总计 所得收入总计是选他 那为什么区域别所得收入总计的群组之条图 现在会没有 这我觉得你们必须要知道 可以了解吗 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删掉 你再重划就有了 但是我希望你们做的是 我现在不要去看这个所得收入总计 我想要去看的是这一个叫受雇人员 受雇人员报酬 可是这个受雇人员报酬 它因为是数值 当你勾选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放到Y轴 如果你在勾 你有没有发现有两个雇是不一样的 受雇人员报酬 这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去做资料清理的地方 你就会发现 我是不晓得为什么99年之前是用某一种雇 而100年之后用另外一种雇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们现在不管怎么样 它都不会出现 所以建议把这一个档案 Delete掉 这一个视觉化报表 Delete 然后重新点 1群组直条图 2 2我们要选择X轴 X轴在这边区域别 区域别 3请改选这个受雇人员报酬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如果不重划也无所谓 重点是这个地方 当时我们只有选到 只有选到一个 只有选到这个105年 好麻烦请你现在点 这个橡皮擦把它给擦掉 就是我不去做 我不去做某一个年度的选择 我希望说是说 我看到的是各县市 从民国80年到民国110年 所有的资料在这边呈现 所以请你一定要记得 就是点一下它 好 可以吗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恢复这张图的原貌